接下來要做的是一個重要的提醒 就是算糖水中的糖有多少 溶液中有多少的溶質 好 我也有25%的硝酸甲溶液200克 請問你有硝酸甲幾公克 你可以不要廢新公式 就把它帶回去 原來公式就做也可以 或者你就把它當作新公式這樣子 溶質質量是溶液質量成百分濃度 把它當作新公式的原因 是因為這種提醒常要用到 所以把它當作公式背起來 就往裡面帶就好了 溶液質量200 濃度20% 算出來就叫做50 所以答案選B 這就是我們的一個簡單的說明 請各位練習一下 240公克35%的雙氧水 有多少的過氧化氫 Burn 還有Burn 還有Burn 10 A 跟剛才一樣把它當作公式背起來 溶液質量是溶液質量成百分濃度 溶液質量200次 溶液質量35% 就把它往裡面帶就成就出來了 然後又84公克 A就簡單小事情解決 然後這題是倒過來 位置數不一樣 剛才是不知道糖有幾公克 現在是不知道糖水有幾公克 不過你多少公克的硫酸鐵水溶液才會有硫酸鐵30克 它的濃度是20% 跟剛才基本上是一樣的 除了位置數的位置不一樣之外 625 哪有 豬 600會怕死人 好就豬吧 來 一樣 公式又長這副德性 剛才是最左邊的溶液質量不知道 現在是中間的溶液質量不知道 但是公式都長一樣 往裡面帶就對了 就可以算出來叫做150公克 答案就是C 這就是一個簡單的提型的計算 另外還有一種很簡單的提型叫做不用算 取出是不用算 取出是不用算 百分之五一百毫升到出三十毫升 請問你啪啦啪啦啪啦誰對 取出是不用算 取出是不用算 OK 7 7 豬 取出濃度不會變 所以倒出來的剩下的濃度跟原來一樣 所以原來是百分之五之後還是百分之五 取出是不用算 取出是不用算的 所以一百毫升的水加入硫酸鐵喇喇 有沉澱表示什麼意思 飽和把上面倒50出來請問兩個比例是多少 取出是不用算 取出是不用算的 No.33 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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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取出不用算嘛 取出来的剩下的 都跟原来的浓度一样 所以一样就一比一嘛 这种简单的题目 其实在过去的年代 也考过很多遍 不用算就可以考很多遍嘛 很简单很容易 请各位要了解知道 OK